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五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这个记者很听话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个记者立刻就开始去采集这些重要的事实数据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们发送出来 那么这个immediately这个副词其实就相当于上一句话中的at once 咱们看到在第七行靠后一点,是不是出现了at once 这句话中immediately就是这个意思,这离得太近了 做了一个替换,避免重复 然后set out to obtain,这个搭配得看一看 我们知道这个set out,这个单独使用set out可以表示动身出发 就是start a journey,especially a long journey 开始一个行程,尤其是一个长途的旅行 长途的行程,就动身出发,set out 咱们看一看25课中的例子,122页的第八行到第九行 122页第八行到第九行 Bose these ships sent out from Shanghai on June the 18th, 1872, an exciting race to England 那么所有这两艘船都在1872年6月18号这天从上海出发 那么驶往英格兰途中开始了一次激动人心的一次竞速比赛 这个set out,长途的旅行,动身出发用的是对的 还有当年我们看到那个曾经看过的太可尼克号这个书的句子 就是五十页的第九行到底是十行 五十页的第九行到底是十行 动身以后四天,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也是长途旅行,用set out这个搭配是对的 但是本文中呢,这个不是动身出发的意思 它没有做长途旅行,而是另外一个固定搭配的意思 我们注意,在set out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do set out to do something表示 begin a job, task, etc. with a particular aim or goal 带着某一个目的或者目标来开始一个工作,开始一个任务 就是开始去做某事,有意识的去做某事,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十六课 在七十四页第八行十六课里面 这三册应有尽有啊 他说Dimitri Edwin set out to find a thief Dimitri立刻动身,立刻呢,就是开始去找这个贼了 这不是动身出发了,就立刻开始任务 Dimitri立刻开始去找这个贼了 看谁是偷了那只绵羊 这是开始某个任务,开始某个工作 那再比如说我们看第三十一课里面 就是一百四十六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一百四十六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True eccentrics never deliberately set ou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真正的怪人从来也不会有意识的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这个不是动身出发了,就是带着目的去做某事呗 set out to do,本文中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记者呢,立刻就马上按照编辑的要求 去着手去采集这些重要的数据 注意后面这个动词obtain obtain在译文中翻译错了 你看61页译文翻译成立刻去核实这些重要的数据 它都没有采集到怎么能核实呢 核实应用verify 就是verify是核实证实的意思 verify 这个动词咱们一会造句会用到 在本文中呢,是获取采集 立刻动身出发,去获取,去采集 是这种重要的数据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数据发送出来 这个,要注意一下后面这个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个动词take 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 这个take呢,当作一个花费来用的 主语是事物 某个事物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 这是可以的 但是本句中比较特殊 它的主语是人 我们知道这个take这个词啊 如果表示花费什么时间 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的主语是人 是事物 还是这个抽象的 这个形式主语 it都可以 各个大费都可以 咱们看看一些例子 尤其在当代英语中 这个用人做主语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有些老师说这个take表示花费 只能是事物做主语 这个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咱们先看一些事物做主语的例子 比如说看第二册的第五十课 乘车都封这个数 第二册的第五十课 出现这么句话 I went on an excursion recently but my trip took me longer than I expected 我最近呢 就是去做了一个短途的旅行 excursion 就短途旅行 当天忙返的这个旅行 但是我的旅行呢 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长一些 你看这个主语是my trip 这个搭配是比较重规重矩的用法 用旅行做主语 但你看在四十四课 在二百零四页的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 四十四课里面 出现这么一句 Even if you travel in ideal weather Sea journeys take a long time 即使你在理想的天气下旅行 那么海上的旅行呢 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这个花费时间 它主语是Sea Journals 也是事物做主语 我们再看一个用形式主语 It当主语的 我们看在二十八课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三行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三行开始 It took me over half an hour to get rid of him 我大概花了有那么半个多钟头 才摆脱掉甩掉这个讨厌的家伙 注意这个花费我半个多少时的时间 这主语是it形式主语 这个可以 那么这个搭配大家可能更熟悉 但咱们记住在当代英语中 越来越多的地方 用人做主语 也能表示take 就是花费时间这个意思 本句中是一个例子 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I took just 10 minutes to solve that problem 我仅仅花费了十分钟 就解决了那个问题 注意主语是I 后面这个took 还是花费时间的意思 再比如说 He always takes so long to eat his breakfast 这个人吃早饭的时候呢 总是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吃的特别慢 这个take是花费 它的主语是he 主语在当代英语中 这个用法已经越来越多了 就是take花费时间 主语是人是事物 还是it都可以 但是我们记住 有一条 就是如果这个用动词spend 表示花费时间的时候 它的主语必须是人 这是没有任何灵活性的 就spend做主语 这个搭配我们在前面说过 spend加上时间金钱经历等等 后面可以叫on something 也可以用in doing something 花在某个东西上 或花时间经历来做模式 这个时候呢 做模式的时候呢 这个json int可以去掉的 这是复习咱们见过 这个搭配在咱们新更年体系中 也是频频出现 比方说咱看第五十课 二百二十八页的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行 二百二十八页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行 他说 I argue that if I spend less time exhausting myself at exercises in the morning I would keep my mind fresh for reading when I got home from work 我就争辩说了 说什么呢 如果我要是在晚上 在早起的时候呢 少花一些时间 让自己精疲力竭累坏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晚上从单位回家之后呢 我就可以让自己阅读的时候 神情气爽 不会大瞌睡了 你看花费时间做模式 spend 一般过去的事是spend 时间后面是in doing something 这个in被去掉了 时某人精疲力竭 动词叫exhaust 好 再比如说我们看 第四册的第三十九课 作家之所需 这个书中出现了on 第四册的第三十九课 他说 One to my certain knowledge spend a nine months on a novel about cashmere then reset the whole thing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 他说据我所知啊 有那么一个人 就是一个作家了 花了九月的时间 在一本小说之上 花了九月时间 这个小说有关 科什米尔的这个小说 然后呢 又整个把这小时情节 重新设施到了苏格兰高地之上 花费时间在某个堆上 spend 后面加时间 加的是get on 在什么堆之上 花时间写这门小说 可见这个大费是都可以的 好 这是咱们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好 这句话学完之后呢 咱们不白学 咱们把它复述一遍之后 来造一个句子 咱们先把这句话来复述一遍 咱们先回顾一下句子大一 这个记者立刻开始采集 这些重要的数据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它们发送出来 咱们从头来变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再来变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好 我们类似的来造一个句子 看中文 这位秘书立刻着手 核实这些重要的事实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 这个核实就我们刚才说的 verify这个动词就好了 这位秘书叫the secretary 那么开始去做模式 可以用set out 立刻用immediate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 The secretary immediately set out to verify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she took a long time to finish it 这个句子也是特别自信 很简单就出来了 好 那么看看这个下面第二句话 那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才发送这数据呢 第二句话唯唯道来 他说 这个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这个编辑坐不住了 为什么呢 他越来越不耐烦了 因为这个杂志马上就复印了 就交付印刷了 这个 meanwhile是固定搭配 叫做与此同时 再次期间 这几个搭配可以替换 meanwhile 也可以 大家更熟悉的at the same time 这个不说了都会 还可以用 meantime 或者是in the meantime都行 这个 meanwhile一定单独使用 因为它是个副词做状语 这个 meantime这个词有两个词性 它既可以当副词来用 当副词来用 那跟 meanwhile一样 单独使用做状语 但是 meantime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的时候 必须加上 in the in the meantime用介词短语做状语 这个都可以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 continued working Meantime He went out shopping 我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 在此期间 他出门去购物 去买东西 与此同时 meantime可以这么来用 那in的加上之后 也对 也可以 咱们看在新开店三册里面 有这个例子 33课 154页第19行 到第21行 154页的19行 到第21行 他说 It took the police nearly an hour to get the traffic and move again In the meantime The lorry driver had to sweep up Hendry's broken bottles 这个大概花了警察将近一个小时 才让这个交通车辆再次能够前进 与此同时 这个卡车司机不得不扫干净 这数以百计的碎酒瓶子 这个意思同时叫in the meantime 跟meantime和 meanwhile是一样的 当然也可以换到at the same time 都可以 多记一些 咱们写作中呢 大飞就活了 就不至于写作 这个表达单调了 这个 was getting impatient 这个不说了 单词中讲过 get impatient grow impatient 或者become impatient 叫变都不耐烦了 用进行时保持慢慢变化 越来越做不住了 为什么呢 豆豪富还是因为引导原因状态从军 大家很熟悉了 因为这个杂志很快 go to press 在词汇中讲过 叫交付印刷 要付资了 于是乎啊 他就又催这个记者 他说 he sent the journalist two more faxes but receive no reply 他给记者 又发了两封传证 两封传证 但是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这个two more faxes 还可以做一个替换 比如说 又一个 one more 咱们可以想当于another one more fax 想当于another fax 如果又是两个呢 叫two more 咱们可以换成another two another two faxes 这个也行 这个可以用它来替换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in another two weeks it will be finished 就想当于in two more weeks it will be finished 那么再过两个星期呢 这个事就会完成了 再过两个星期 another two weeks 相当于two more weeks 百分钟也可以替换 这是表示 又两个 再一个 再两个 这个可以怎么说 这个编辑看这不行 为什么呢 还得接着催 he sent yet another fax informing the journalist that if he did not reply soon he would be fired 这句话呢 语法结构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做做语法结构的分析 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的主观结构 他给这个记者呢 于是又发了一封传真 这个yet another 这个yet是加强语气的 咱们一会儿重点交接 然后这个主观结构已经结束了 然后后面的informing开始 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一个非为动词 当后制定语修饰这个传真 说传真内容是什么 传真内容是通知他说 inform someone that 通知某人说有某事 这个that开始这个写底字 一直到句末 那明显是做inform的宾语从句 通知内容是什么呢 通知他说 在宾语从句中 这个画横线下画线的部分 又是宾语从句内部 牵涛的一个条件状约从句 就是如果他要是不很快回信的话 怎么样呢 宾语从句里的主干是 他将被解雇 就威胁了 你再不回信的话 我就辞了你 看你回不回传真 就是这么一个 下面咱们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看一看 yet another facts 这个yet用的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进入中又一个 再一个 原来已经有很多了吧 发了一封 又发两封 又发一封 这个语气的加强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叫yet 第二个叫still 那么又一个再一个 咱们可以用yet one more 或者yet another 咱们说了 one more和another能替换 我说yet another question 再提一个问题 still one more example 再举个例子 都行 这个yet和still 表示又一个 再一个 说明已经有很多了 现在又一个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两个词 也该放得比较急 前面 它更大一些 本来就够大了 再大一些 再长一些 再多一些 这两个经常放得 one more another 或者比较急之前 来加强运气 这个时候 这两个副词 是可以替换的 这个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本文中是又一封传真 我们再看这个 第三十三课 就是一百五十四页的 第十九号 一百五十四页的 第十九号 This led to yet another angry argument 这个led to 讲过来是导致 这导致了 又一次气氛的争执 那帮人打架 还没结束呢 这两个人又打起来了 又一个 yet another 答应的话呢 yet one more still another still one more 都可以 就是又一个 再一个 那么下面咱们再多看几个不同的例子 再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 yet one more example 再举个例子 也就相当于still one more example 可以one more 一个或者another 再比方说 he's giving us yet more work to do 他又给了我们更多的工作 来做 以前已经很多没做完了 又给了更多 yet more 或者still more work to do 又给了更多工作 这都可以 再次用说 inflation had risen to yet higher level 或者still higher level 就是这个 inflation通货膨胀了 通货膨胀已经上涨到了 一个更高的程度 原来说明通胀已经很高了 现在又更高一些 还是加强运气 yet higher level 或者still higher level 都行 就是用在one more another 或者比较急之前 进一步加强运气 原来很多了 又一个 更一个 更高 再一个 更多 更重 用在这个大陪 看考试真题 看一道当年的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看看 大概应该选哪个 仔细听 我们就在 就好像在考场一样 他说这个女的意思是什么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 你只要听清了 yet another delay on our schedule 基本就能做对了 咱们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应该是 C选项 They're going to be late again 他们会再一次迟到 你做对了吗 咱们看个原文 看它是怎么说的 好 这个男的说呢 They said the train won't arrive until 9 就他们说 据说这个火车呀 9点以前都到不了 这个女的说 哎呀 Well What that boils down to 这个我引导的是个主语从具 那就那个事了 9点以前到不了这个事了 Boyal down to 叫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产生这么一个事实 这个boyo是煮沸呀 煮沸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水煮得越来越干 越来干 到最后 这个里面的流化物都出来了 就溶解的都出来了 最后产生这个结果 这会导致这个结果什么呢 In another delay on schedule In our schedule 就是我们日程表上 另外一个单个 另外一个延迟 现在已经完了 我们再一次会迟到 那就更完了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 They are going to be late again 他们会再一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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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 更加延迟 这个意思 Yet another 固定搭配 跟本路用法是一样的 你看考试中 也是常考的 好 那么我们再往 往后来看 他给这个 记者又发动传 Send a yet another facts 这个传承怎么样呢 看后制令语 Informin the journalist that 他通知这个记者说 这个通知某人说 这是在第一课咱们见过 搭配呢叫 Inform somebody of somebody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如果 我们家 那从句的话 这of得去掉 叫Inform somebody that 前面那个戒词 of得去掉 为什么呢 我们说了 这个连词that 它引导从句时 它一般不用在戒词后面 它前面的戒词 必须干掉 只有那从句 是哦 别的从句都不行 那领导的从句 一般不用在戒词后 这是一个特征 但我们说有例外 再复习 就是in that 还有but that accept that 这些是例外 但有人不把它看成例外 像yes for sin 就明确指出 这几个情况是复合连词 in that 相当于because 这个but that accept that 可以发现除了什么情况之外 或者发现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 如果把它看成复合连词的话 就没有这个例外情况了 记住 that引导的从句 不用在戒词后面 这几个是表面上看似的几个例外 所以本文中呢 这个off被去掉是正确的 咱们一会儿造句也得注意 通知这个记者 然后后面加定义从句 that 什么呢 if he did not reply soon 如果它不很快回复的话 在这注意 咱们一般不写成 if he didn't reply soon 在书面中 咱们多数情况下 尽量少用 pure s pure t pure d 这样的缩写 didn 写的did not I'd rather 写的I would rather what's more 写的what is more 写开来比较正式 如果他不很快回信的话 怎么样 he would be fired 他就被解雇了 这句话 咱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这个他又发了一封传真 通知这个记者说 如果他要是不很快来回信 回复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解雇了 咱们看能不能从头复述一遍 he sent 又有一方传真 yet another fax 家后人与通知记者说 informing the journalist that if he did not reply soon he would be fired 再来一遍 he sent he sent yet another fax informing the journalist that if he did not reply soon he would be fired 造个句子 造个句子 绑匪 kidnapper 又寄了一封匿名信 anonymous letter 通知老太太说 如果他报警 他就再也看不到他儿子了 这些词汇在十九课中会见到 咱们先读一下绑匪这个词 kidnapper kidnapper 然后再看看匿名信 匿名的没有句名的 我们读一下 anonymous anonymous 匿名信叫anonymous letter 绑匪又寄了一封匿名信 通知老太太说 informing 因为后知定语了 然后呢 并语从军中说 如果他报警 if she called the police 他就再看不到儿子 she would never see her son again 咱们看怎么说 好 绑匪又发了一封匿名信 我们说 the kidnapper sent yet another anonymous letter informing the old lady that if she called the police 什么样呢 she would never see her son again 当然这个并不是为了绑匪而鼓掌 这是为了我们这个句子又造出来了 而且心里特别自信 特别踏实 咱们真是没有白学 学习根念是充满乐趣 充满成就感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呢 记者还是没回信 这回编辑真没辙了 我不能这个枪毙了他呀 你看后面说 when the journalist again failed to reply the editor reluctantly published article as it had originally been written 这个句子呢 咱们还是先分析一下 它的语法成分 前面这个画横线的黄颜色的句子 还是万引导的一个时间状益从句 当这位记者 又一次没能回信的时候 这位编辑不情愿的出版了这个文章 怎么出版的呢 as引导的依然是一个方式壮益从句 就要按照或像什么那样 像这个文章原来写的样子把它出版了 就是你数字不能瞎编嘛 只好还是数百级台阶还是那个高强 as it had original 这就一开始最早的时候 咱讲过这个词 按它原来写的样子出版了 这文章是被写的 后面用被动 这个出版是一般过去 那么写的时候当然是过去的过去 用过去反正式就好了 好 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分析完了之后呢 咱们看看剧中的一些细节 那么前面这个从句简单 当记者再次没能回信的时候 注意主句中 The editor reluctantly published article as it had originally written 这个 reluctantly 叫不情愿的 勉强的 不乐意的 这个经常有一个替换 就是unonly 这两个副词一般能替换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reluctantly reluctantly 再跟第二个词 unwillingly unwillingly 叫不乐意的 咱们还记得前面讲过 不愿意做模式 叫be reluctant to do 或者be unwilling to do 只不过这里变成负色了 是一样的 咱们看本文中出现了这个勉强的 我们再看在23课里边 114页的第19行 114页的第19行 23课各有所爱这个书 I do not fancy the idea and I reluctantly followed Robert out of the room 我不太喜欢这个主意 并且呢 我勉强的不乐意的 跟着罗伯特走出了房间 这个勉强不情愿 就reluctantly 是可以的 fancy 这里发现了careful或者like 喜欢的意思 那么这个不情愿的 我们看unwillingly 再看一个例子 the country was drawn unwillingly into the war 这个国家 不情愿的 被拖入了战争之中 他不愿意参与这次战争 到最后没办法了 不情愿的 被拉进了战争之中 勉强的 不情愿的 这两个副词 写作中 咱们可以替换 那么后面再加一个方式 壮业从句 as是正如像什么什么的样 正如这个文章 原来被写的样子 这种过去完成时 as it had originally been written 就好了 那么我们还是把句子复述一遍 顺便造个句子 当这个记者再一次 没能够回信的时候 这个编辑不情愿的 按照这个文章 原来被写的样子 把它出版了 好了 咱们再复述一遍这句话 咱们再复述一遍 中间不带中段 When the journalist again failed to reply The editor reluctantly published the article as it had originally been written 好记了 咱们扫过句子 当再一次 未能得到签证的时候 我们不情愿的 按照原计划 在国内旅行 原来想的挺好 咱们出国玩一次 但是没拿到签证 而且一次两次都没拿到 没办法了 只好在国内旅行 国内旅行 咱们叫go on a domestic journey 就好了 domestic 表示国内的 go on 可以表示 附这个旅程 到旅程里面去 go on 什么什么 journey trip 可以这么说 好 我们来复述一下这句话 当再一次 就是我们了 逐语可能是我们 when we again 得到签证 get visa 就好了 看这么说 when we again failed to get our visas 然后怎么样呢 we reluctantly went on a domestic journey as it had originally been planned 当我们再一次 没能拿到签证 我们只好不情愿的 在国内旅行 怎么样按照这个旅行 原来被计划的样子 原计划是在国内吗 现在后来想出国 后来没拿到签证 原计划出行 好 这个句子可以使咱们对 语法结构进一步熟悉